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相信不少人都想远离繁园的生活 住在层层绿意的大自然地方 就好像今次介绍这个设计个案 客户喜欢宁静寫意的居住环境 希望可以尽享舒适的绿意健康生活 品味空间 室内设计团队为了实现客户 在往的朴实生活空间 以木系的简约自然风格 来配合屋苑圣禄自然的生活气息 在城市生活中 为户主一家打造梦想中的社医乌托邦 户主一家三口 有一位正在求学街店的儿子 他会一直住在郊外的村屋 很喜欢大自然的居住环境 我们设计的团队 主张贴近现代田园的风格 用了原有的木纹 補达白色的材质 为户主一家打造舒适、亮丽的田园之间 客厅采用田园风必备的木材元素 配以自然的白色系 可以加强空间的明亮感觉 电视机的背墙 我们用了白色线条的墙身 旁边打造了一个特色的 树木形状的大跪 我们更加贴心地增加了座位 方便户主出入的时候 可以在这里换鞋 设计团队是开放式厨房 采用巧妙的设计手法 特意订制了一道 黑色的玻璃烫门 来分隔厨房空间 而成为大厅的焦点所在 订造了一个黑色框的玻璃烫门 当你有用的时候 可以凝毅这样把它开和关闭 也不会影响到厨房本身的美观设计 当你用餐的时候 你聚会的时候 我们可以把烫门隐藏到一个空隙的内边 令我使用到的包裹桌 和厨房的空间 护主价位重视房间的家私功能 所以设计团队设置了一个入场式衣柜 同时是床尾增置了一个 储物地台连书桌的设计 更加善用长生高度的位置 我们打造了一个书柜 和储物柜 白色的柜身配合一个柔和的灯光效果 可以减低空间的压迫感 团队房采用现代的设计风格 设计团队做了一个中空衣柜 连床头柜的设计 同时加设储物地台 为团队提供丰富的收纳空间 房里面有一个很大的窗户 我们特意将床的高度 和窗台的高度拼齐 令到空间感的视野更加明亮和开扬 Mart熊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